《孔劉》 各位同學大家好 我是曹天怡老師 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歡《孔劉》呢? 有沒有留意最近《孔劉》有一套電影在香港上映呢? 這套電影叫做《八二年生的金智英》 電影中的女主角就是智英 她和孔劉所扮演的男主角結婚 事實上,智英和孔劉結婚幾年後 就開始出現一些精神問題 有時她會有一些精神分裂的情況 於是孔劉就帶了智英去看精神科醫生 慢慢發現原來智英由小到大 都會因為她作為女性的身份 而受到一些不平等的對待 例如,智英試過在補習社裡 被一些男同學性騷擾 但依然會被她爸爸怪責 因為她的裙子太短而引人犯罪 在大學的時候 當她參加一些社團的時候 又會因為她作為女性 不可以做一些社團的團載 到她大學畢業之後 她的就職起身點 又會低於一些同期入職的男同事 因為這些經歷 令智英累積了很多精神的壓力 慢慢令她出現一些精神問題 那為什麼我會想跟大家推介這本書呢 第一個原因就是透過這本書的內容 我們可以了解多一些韓國的女性處境 韓國表面是一個挺文明的國家 但其實內裡也有很多問題 例如她們的女性地位 一直都是低於男性 而這本書也正正是智英的經歷 正正都是港大的韓國女性的寫照 因為這樣這本書在推出的時候 就在韓國引起了很大的迴響 大家其實在日常生活當中 可能都會遇到很多覺得不公平 或者覺得社會有一些不公義的制度 這些時候可能你的心裡 可能會覺得很憤憤不平 而這本書的作者趙南柱 正正做了一個很好的示範 當她意識到 察覺到韓國的性別平等問題之後 她就利用文字的力量 去引起社會上對這個問題的關注 從而一步一步去推動社會的進步 同學如果你們都想像趙南柱 就著一些問題發揮你的影響力的話 大家就要好好裝備自己 希望大家可能將來都可以 就著一些問題發揮你的影響力 各位同學 如果對我剛才的介紹是有興趣的話 就可以問我借這本 八二年新的金字英看看 祝你們 支持你 我們下次見 至於